如果你在野外旅游发现一只大熊猫 把它领回家再给它洗个澡 再养几天 你觉得犯法吗 其实这个时候啊 你不应该考虑犯不犯法的问题 而是应该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熊猫其实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动物 虽然我们都管它叫熊猫 但它真的不是猫 而是熊 它的亲戚可以单杀老虎 虽然是身高180的小短腿 体重可以达到180公斤 你再想想你拿刀才能砍得动的竹子 它只需要轻轻一口 大熊猫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它的咬合力仅次于北极熊 与棕熊齐平 它在山地里的奔跑速度可以超过流响 能爬上几十米高的树 能把三四头狼当坐垫玩 你别看它很会卖萌 实际上它只适合远观 不可进桥 中国共送出24只熊猫自9个国家 直到1982年 我国才将赠送改为租赁 而熊猫不是有钱就能租的 想租的国家必须先给熊猫搭建房子 像熊猫睡觉的卧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